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星巴 我们今天在慈禧的五月 我在整个市场里逛了一整圈 走了半天没找到的 结果他们是在外面摆了一个展车 然后也没有人 刚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自由家的NV 小牛老板李一南做的车 就是这样子 我们第一视角来看一下车吧 这辆就是NV 自由家的NV 这个车现在没有点亮 其实尺寸比我想的要大 没有见过实车可能会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这个日间行车灯非常大 亮起来非常亮 所以一亮你会觉得 这个车尺寸没那么大 其实这个车尺寸很大 整个尺寸看下来 我感觉跟理想问有点差不多了 真的非常非常大 而且它整个车因为后面是方方正正的 所以显得更大了 然后整个轮固也很大 这个车给我感觉就是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这辆车如果说不是这样子实际看到 你会觉得这辆车可能就是一个 20万元价位的这么个尺寸 但是实际表现它就是 确实是实在大型的SUV 然后我们现在这辆车 不知道什么配置的 它现在一共是有三个配置 一个是纯电的低配 然后是一个混动的版本 然后是一个顶配 顶配是长续航的 大家可以给外观打个分 如果满分十分 你觉得这个是外观 你给几分 其实我蛮喜欢这样子 就是完全没有人干扰 怎么不自己拍自己的 哈哈特别好 然后看一下轮毂吧 这轮毂我记得是20寸的 米其林的 米其林的20寸轮毂 然后255 555 R20 这个轮胎我有一点要讲的是 它比同级别的20寸的轮胎是要大的 因为很多20寸轮胎到R20的时候 它其实轮胎可能是40或者说45 它是直接55 这个厚度是怎么看 是255的55% 懂我意思吗 是255的255 其实这个轮胎是很厚的 所以这个车的定位并不是那种 我们说的普通的那种城市用SUV 它是有一点点坚固的 而且他们官方有提到 说它的涉水高度是有450毫米 差不多是半米的样子 其实是有一定涉水能力的 它想的是坚固一些城市跟郊外的这种旅行 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整个车比较方正 整个侧面我觉得特别像 这么说不太好 但是挺像路虎的 然后这个大灯 那会有人说说这大灯是像路虎 像路虎的那个新卫士 但其实我是小牛的第一批用户 它这个大灯其实就是小牛的大灯了 亮起来会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整个一个进气格山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车应该是可开闭的 不知道它是纯电版还是什么版本 这边是会亮起来的 然后不管你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都是个前脸 是没有变化的 整个车基盖也很高 我们来看一下内饰 现在看不了好烦啊 不过如果有人在的话 我应该也没有那么惬意这样的 OK上面有个行李架 整个车你看很高 这个车的高度我觉得是比我的欧哥 还要再高一点的 比欧哥还要再高个五公分这样子 我实际不知道啊 然后这是一个他们自己说的点睛设计 这边你充电的时候 或者显量电量的时候 它这边是会有一个电量条的 其实并没什么软用啊 就好看 我们是做了设计的 你懂我意思吗 其实这个车的很多设计方面 那我跟网上的意见会不太一样啊 很多人会觉得它好像融合了很多设计 但是我觉得还是设计上他们的设计师还是占了很大的设计的 你懂我意思吗 是占了很大设计的权限的 包括这个尾灯 这个尾灯它是L型的 然后是全部非连接的 很多现在做的车都是一条线嘛 就像我们知道的未来对吧 它就不是一条线的 它是自己管自己的设计是断点 是跟前面联系上的 然后看到它的制造商叫大城汽车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到这个车实车 你会觉得这个车真的有点大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屁股的设计啊 有点像标志 标志新的3008 我不知道是这一代还是上一代4008吧 3008要么4008 我忘记了也是有点类似于这种设计的 我们今天只能说简单的外观上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实车我感觉就是有点大 比我想要大得多 然后这辆车我有几点要说的 本身我觉得它主要是发布的时间不太对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要说一下 我没有对小牛或者说李一南有特殊的加成 我是没有的 大家如果看我测评 我唯一有加成的可能就是本田 本田以外都没有加成 这辆车我说几点 第一点是它发布时间 我这次三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在说北京生亚要上 然后当时就要公布售价 如果它在三月份上或者说五月份上 这个定价 二十万定出来 我觉得还是性价比高 但是在今天2022年的十月份 它发布的这个车 我觉得它定价要直接面对 虽然它还是让了一步 正常以它这个尺寸 我觉得可能定到三十万也没什么毛病 因为它尺寸在这里了 但它现在要面对的是 就是理想的L8 它对手很强 我说实话它对手很强 L8 L7 那包括 我觉得其实 这个级别对手 卷的一逼 卷的离谱 你比如说小鹏的G9 也是这个价位的 小鹏G9其实竞争力很强 非常强 这个视频给你比G9购买推荐完 如果说你对我小鹏G9 有意见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购买推荐 现在这个价格 我就说两点 第一点是 整个自由家的这台车 它的自动驾驶 我觉得不够强 当然它到了27万 我可以让一步 我觉得没有那么强 也可以 哪怕它用真诚 也没有极光力达都没有问题 它也是少有的 没有极光力达 它敢说它要做到城市NOA的 这点我们打个问号 那反正到时候看车 到实际展现再说 另外一个是 整个车我觉得 它的低配跟高配 它的标准配置续航不够长 长续航续航也不够长 因为大家都到了700多了 你才能叫长续航 你连700都不到 你低配只有400多 我觉得低配 你怎么也得500吧 现在2022年这个节点 你作为这个尺寸的车 我觉得你低配到500是应该的 那没有到 在我眼里 这个反而是不可原谅的 整个尺寸造型 我觉得倒没什么问题 我对这种新鲜视力 我是持褒翼的 因为我认为市场上有更多车 会更好玩 但是它的产品竞争力 我不知道开起来怎么样 反正我要持一定的怀疑 就是从性价比来讲 我对它要求还是我觉得性价比是第一位的 然后这个车基本上就是毫米波雷达 基本上都是以毫米波雷达跟生产头为主 然后它是后期是可以升的 它讲自动驾驶的话 它是后期预留雷达接口的 它这边是单目的 后期会升级一个双目 然后用了真程5 真程5的双科是算力250 250的算力 算力不能说不够了 只是我对纯视觉方案 包括仅用毫米波雷达 我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 我是认为还是得用激光雷达 我们看看对视 其实摄像车还有一个亮点 我们现在展现不出来 就是它这个车是少有的 我没有遇到过 第一个国内的做新势力的车 它是可以用carplay的 我相信很多人是喜欢carplay的 包括我自己 我用欧哥的RDX的时候 我是一直用carplay的 我觉得carplay还是一套很好用的系统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势力 如果说你没有大的精力去做车机 用carplay没有毛病 我觉得真的没有毛病 而且它是carplay跟自己的那一整套 是可以连在一起的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 我说句真心话 我觉得实际表现远比你的 在意哪个国家要好 对吧 我是欢迎carplay进来跟华为一起竞争 国内车机一起竞争 我觉得没有毛病 只有竞争才会进步嘛 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对吧 我是认为我们国家一直是包容的态度 我一直在看法就是国内做得好 一模一样价格 我给你买国内 然后来讲一下这大灯 其实这大灯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 它这么大一整块 它其实就是宽灯 就是这个地方只是展示一下的 真正大灯三十匹 这两颗小灯 一个近光一个圆光 这点挺有意思的 当然我觉得最关键的是 他们还是我觉得权限给的很高 就是一般来说 国内像它这种大面积的 用突出状点的设计的厂家 还比较少的 这点我还是觉得要给个赞吧 我觉得没毛病 OK这就是自由家NV的简短的外观体验 现在我也没有看到他们这边有任何的销售人员 可以让我们试驾一下 应该也试驾不了 那找这位拍一个详细的动态体验吧 我们今天简短体验就到这里 我是金巴 拜拜